哈囉!Tickle幫的讀者們大家好 我是編輯紅獅 Google在昨天晚上舉辦了秋季的硬體發表會 那一口氣推出了三款硬體新品 包含我手上現在的Pixel 7 Pro以及Pixel 7 另外還有Pixel Watch 等一下我們會來詳細介紹給大家看 那接下來我們就帶大家快速看一下Pixel 7 這次所搭載的新的功能吧 那大家都知道Google的強項就是在語言翻譯方面 特別是Google翻譯這個功能 那這一次在Pixel 7系列呢 它搭載了新的TESA G2功能呢 也可以利用Google Lens來進行智慧翻譯 這時候的操作呢 你只要點開相機裡面 然後滑到旁邊的模式 這裡有一個智慧鏡頭 然後在智慧鏡頭中呢 點選這個翻譯功能 那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有一個示範的範例 你可以看到原本的這些名詞 你可能不知道這是來自哪一個語言 好啦可能可以認得出來這是日文 這是韓文 但其他的不認識 那沒關係你只要把它靠上來 它就可以告訴你說 哇這個紅色的房子上面是珍珠奶茶 綠色的房子上面是小籠包 然後藍色的房子上面是臭豆腐 它現在可以一口氣辨認48種語言 然後即使在同一個畫面裡面出現了不同的語言 都可以一次幫你翻譯 好那這一次的錄影功能裡面呢 新增了一個電影級的錄影模式 它的概念呢 就是可以在錄影的時候把主體是清楚的 然後背景變成模糊的 而且啊即使是主體移動的時候啊 它的那個背景它都可以準確的判斷你的主體在哪裡 然後把其他地方模糊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拍攝介面 拍攝介面呢 你只要把它移動到這個電影的這個部分 然後就可以開始使用電影級錄影功能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它目前只有提供Full HD而已 所以你拍出來的格式最高解析度就是Full HD 那錄製的時候啊 我們來看一下 比方說我們把它轉過來這邊 你可以看到就是前面這位 它的主體就是清楚的 然後背景就是模糊的 然後即使我變換啊 它都可以即時的判斷主體在哪裡 然後都可以即時的把背景切換成模糊的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段我們剛剛有試拍的畫面 這是我剛剛先試拍的畫面 可以看到不論是髮絲啊 衣服的輪廓啊 即使是衣服的顏色跟背景有點相似 然後它都可以把我的畫面有效切割出來 那即使是我動來動去它可以辨識出我的位置 然後讓我的前景盡量更為凸顯 然後背景模糊 這次Pixel 7 Pro裡面呢 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新功能 就是可以幫你把模糊的照片啊 修護成清晰的照片 就是以往在拍照的時候啊 尤其是大合照 不是很多人有時候可能會晃動啊 然後結果有幾個人清晰幾個人模糊 但這種問題發生之後呢 你可以把照片丟到Pixel 7裡面去修復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實際試試看這個功能 比方說我們這裡是一個超多人的合照嘛 那你看大家都有點些微的晃動 所以導致有點些微的模糊 這時候你只要點選下面的這個編輯 然後這裡有一個修復模糊功能 然後它這裡就會有0到100的這個修復程度可以調 那0的時候就是模糊模糊的 然後呢到100之後呢 它就可以幫你修復的變得很清晰 那我們放大來看一下 這個是修復了清晰後的畫面 那你長按呢就可以看到原本 它其實是這樣子糊糊的畫面 那目前Google的說法是 目前是以人為主 那如果是貓啊動物啊能不能修復 可能就要等到我們之後借到手機再來實測看看 然後呢不只是Pixel 7拍攝的照片可以這樣子做 如果說你之前有其他舊照片啊 你把它丟到Pixel 7系列裡面來做修復 也是可以的喔 這一次Pixel 7 Pro呢它搭載了三鏡頭嘛 那其中超廣角的鏡頭呢除了可以拍攝超廣角的照片啊 它現在也兼具了微距功能 那我們就來實測給大家看 它的拍攝方式很簡單 你一樣就是點開相機 甚至不用特別切換到超廣角 你只要拿著相機然後呢自動靠近拍 當它夠近之後呢就會變成一顆小花在這邊 那它就會自動切換到微距模式 那我們再移動到旁邊的這個仙人掌來看看 一樣是我這樣遠遠的時候就是一般模式嘛 但是呢當我靠近之後呢 切得夠近它就會自動幫我切換到微距模式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按下拍攝鍵 那它最近可以拍攝到三公分近的物體 Google這次也把它們的演算法運用在長焦鏡頭上面了 有別於大部分的手機都是把這個高畫素的功能啊 放在主鏡頭上面 它這一次除了在主鏡頭採用了5000萬畫素的鏡頭之外啊 它的這個長焦鏡啊也加入了就是高達4800萬的拍攝 那它的長焦鏡呢本身是提供了5倍的光學變焦 但是呢透過演算法啊它現在可以達到最高30倍的數位變焦 而且啊在數位變焦的時候不是通常高倍變焦的時候 你的畫面就會糊糊的嗎 但它可以幫你演算然後把那個細節拍得更清楚 好我們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比方說呢我現在打開相機嘛 然後它這裡原本預設就有這個5倍的高倍變焦 這個是光學變焦而已 但是啊我現在要拍柱子上面的這個小小的牌子 那你只要把這個畫面一直拉拉拉 你可以看到30倍變焦的時候這麼遠這麼小的東西 即使是逆光拍攝它也是很清楚 那我們按一下快門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咧 我們來看看 好看起來糊糊的嘛 剛剛有看到嗎它瞬間閃了一下 就是它幫你把那個原本拍起來糊糊的照片 然後現在就幫你算得比較清楚了 所以這個thinpixel的字樣呢也可以變得比較清晰 看完了Pixel 7的這些新的功能介紹呢 我們來回歸它的這個硬體本身 我們先從Pixel 7 Pro開始好了 剛剛有提到它的是三鏡頭的配置 分別是五千萬畫素的主鏡頭 一千兩百萬畫素的超廣角鏡頭 以及四千八百萬畫素的五倍光學變焦鏡頭 那它的邊框是採用這個亮面的邊框設計 前後呢都是康寧Gorella Victus的玻璃 那它的螢幕呢採用的是6.7吋的QHD Plus的螢幕 那它支援了10到120Hz的螢幕更新率 所以呢它可以自動判斷說你現在在瀏覽的內容是什麼 比方說是靜態照片的時候就會是10Hz 那如果說動態滑動這個網頁的話呢 就會幫你自動切換成120Hz 那另外電池呢是5000mAh的電池呢 支援了30W的有線快充另外也有支援了無線充電跟無線反向充電 那接下來呢帶來講講這個稍微比較小尺寸一點點的Pixel 7 那Pixel 7呢它的外型最主要就是它的這個主鏡頭 它是雙鏡頭的配置 分別是4800萬畫素的主鏡頭以及1200萬畫素的超廣角鏡頭 它就沒有那個長焦鏡頭了 所以像剛剛講到的那個30倍光學變焦這個 它就是Pixel 7 Pro專屬的功能 那機背呢一樣是這個亮面的設計 邊框呢它就不是亮面的邊框 是採用霧面的邊框摸起來質感其實還蠻好的 然後呢正面螢幕這邊呢採用的是6.3吋的Full HD的螢幕 那它支援的最高是90Hz的螢幕更新率 不過它就沒有像Pro一樣可以有那個10-120Hz的自適應更新率 從設定這邊你就可以看到在螢幕顯示這邊 然後我們來看看流暢顯示這邊 它就可以只有從60-90這樣子兩個選項而已 除了剛剛說的Pixel 7 Pro還有Pixel 7之外呢 Google這次也一起帶來了新的Pixel Watch 那這次的Pixel Watch啊其實是Google之前收購了Fidbit之後的 算是一個新的合作的代表作 那我們就來看看一下這個Pixel Watch的一些特點好了 這次Pixel Watch就如同大家所見是一個可愛的圓形表面 那它的表面是覆蓋了3D玻璃搭配了不鏽鋼的邊框 然後整體是非常非常的圓潤的讓我轉動給大家看 圓到就是因為我們現場有很多頭頂的光線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邊框會不斷的反射環境的光線 就知道它真的是有多圓的 然後呢背面這邊就是感應器嘛 可以24小時提供了心率偵測血氧量測 然後側邊這邊呢有一個可旋轉的表冠 然後上面這邊還有一個按鈕 按了之後就可以快速啟動常用的應用程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表面呢就是長這樣子 那你可以左右滑動就可以查看像是走路的步數啊 心率啊運動啊等資訊 那它的運動跟健康紀錄呢 是由Fidbit之前的演算法來繼承而成的 所以如果說你喜歡Fidbit的這種操作手感的話呢 你現在可以在這個Pixel Watch上面重現 那你也可以用這個旋轉的這個表框 去看更多的不同的資訊 啊但因為這只是測試表啦 所以它就只有這個了解WareOS的這個功能 那如果你按一下上面這個小小的按鍵的話呢 它就會顯示你最近使用過的應用程式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快速選擇了 那它的作業系統呢採用的是Google自己的WareOS作業系統 所以操作起來的邏輯呢 跟Android其實是這種比較類似的感覺啦 那在這個選單的方面呢 也就是跟大家熟悉的WareOS是一樣的 那你可以透過這邊的表冠旋轉 或是說你可以用手指這樣子滑動也可以 那因為是WareOS嘛 所以呢你也可以進去這個Play商店 然後下載支援手錶的應用程式 讓你的這個手錶可以提供更豐富多元的這種操控性 那這個手錶呢應用我說的話 唯一的一個小缺點大概就是這個邊框 大家應該要看到吧 真的是蠻厚的 我們點進一個比較明顯的 啊這個還沒有安裝 我們點進一個 好我們就在這個選單畫面你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選單的邊界就在這裡而已 所以呢旁邊這裡有一個目測大概將近了5mm的邊框 這個大概就是買的時候要考慮一下了 如果說你很喜歡窄邊框的話 那這點就需要稍微考慮一下 但除此之外它是一款非常可愛的錶 除了這個手錶可以單用之外啊 如果說你配對Pixel 7 Pixel 7 Pro的話呢 它可以發揮更多的功能 例如說無縫串連 像是在手錶撥打電話之後 然後到手機上面接聽 或是說用手錶當作是取景框 然後按下快門然後用你的Pixel 7來拍照 這也都是可以的 那以上就是Pixel Watch的簡單介紹囉 好的以上就是這次關於Pixel 7 Pro 以及Pixel 7的一個快速簡短的介紹 那當然這只是因為在記者會現場的實測而已 更多詳細的細節啊 或是說大家想要了解什麼的話呢 可以在這支影片下面留言給我們 那我們也會在之後接到時機 繼續測試給大家知道 那就這樣子喔 啊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大家掰掰 可以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可以按讚好一支影片 我們點擊一次 記得按讚水鈴鐺 我們訂閱子館足 我們會有๊ Trail 我們會按讚嘉賞